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电筒往前走 脚下是沉寂的泥沙 顶部的位置还能看到残破的灯泡 地面的脚印由于沉沙的原因 因此一直很清晰 我和文敏穿过走廊 猛然间便看到前方出现了一扇大铁门 那扇铁门是栅栏大门 十分的厚重 我打着灯光一看 发现这铁门从里面被人锁上了 一把大铁锁将铁门给扣住 很显然 这些年经常会有人打开这道锁 因此铁锁才没有锈饰 至今都能使用 文敏摇了摇铁门 大门纹丝不动 只有铁锁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示意文敏不要着急 紧接着从装备包里摸出铁壳子 开始砸那把铁锁 大概是因为年代久远 没砸几下 铁锁便被打开了 我们立刻拉开铁门 小心翼翼侧身进去 我走在前面开始追 灯光一转 便看见铁门后面角落里 蜷锁着一个人影 不是独眼龙又是谁啊 只是他现在这模样 倒像是晕过去了 我立刻意识到 那个吸击他的人 可能也在这件实事之中 于是立刻转头去查看周围的环境 谁知手电筒刚一动 黑暗中便猛然扑出一个人影 一下子将我撞倒在地 我反应也算快 被压到一瞬间就想翻身压过去 结果一侧头便猛然看见一个 碰头垢面 如同野人一般的脸 那张脸毛发浓密 全是黑泥 身上一股腐败恶臭 只往我鼻腔里面钻 就在我回头这一刹呢 他猛然掐住了我的脖子 嘴里说着 放下枪 否则我敲死他 他其实并不是在掐我的脖子 而是扣我的咽喉 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掐脖子是将人脖子整个用力掐住 然后使得对方窒息 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扣咽喉则是用三根手指 即大拇指 食指和中指 在瞬间扣住脖子中间食道和咽喉 这种方法只需要狠狠一用力 整个气管食道就同时被破坏 是一种可以瞬间置人于死地的擒拿法 因此他这话一出口 文敏根本不敢开枪了 我被他扣住咽喉 只感觉喉咙一阵剧痛 根本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时便听文敏说 你是谁 扣住我咽喉的人说 应该说你们是谁 文敏皱了皱眉 说 我们只是一支普通的探险队 探险队 那人喃喃说了一句 又打量一下文敏的穿着 忽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是谁 文敏一愣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但他很机灵 立刻知道这人脑子可能有问题 于是缓和了语气就说 他说 咱们不要这么激动 何必沟通好吗 那人神志似乎有些问题 目光转移到被我们打开的铁门上 忽然目光瞪大 将我推开了 然后猛然跑到铁门边 试图将门重新锁起来 而这时候锁已经被我破坏了 哪里还锁得上 我和文敏趁着功夫 赶紧走到独眼龙的身边 查看他的情况 索性 人只是晕过去了 没瞧见有什么外伤 这时 那人也发现锁出了问题 一双眼睛猛然盯上我们 从那双眼睛中 可以看到毫无保留的 赤裸裸的凶残目光 文敏朝我靠近了一下 我感觉到 他身上肌肉紧绷了起来 但现在我们手里有枪 而且离那人也有一段距离 我将枪口对着他 一旦这人做出什么危险动作 我就能开枪打死他了 文敏的手电筒光 直直照在他的身上 这时我才发现 这个人身上穿的衣服 有很多层 非常脏 破破烂烂 也看不出款式 但可以想象 必然已经穿了很多年了 再看他那一头蓬乱的 长到屁股处的头发 我不又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这个人会不会是这个基地的幸存者 除了这个可能 我实在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呢 于是我说 你是歼灭灵一自卫队的军人 歼灭灵一 那人听到这话 凶残的目光变得有些迟钝 忽然之间 像是想起了什么 整个人速速发抖 嘴里也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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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的 他搜到角落里面 似乎神志已经完全失常了 我给文明使了个眼色 他立刻将枪口 朝那人警戒着 而我则扶着独眼龙往外面走 那人似乎已经忽视我们了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会儿 我心里有了个谱 这人八成是这个基地的幸存者 被灵一给刺激疯了 不过 他既然能在这个地方活这么多年 很大程度上说明 灵一已经没有威胁了 或许是死在那一次 摧毁基地的过程中 或许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 这对我们来说 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很快 我们带着独眼龙爬出了洞口 女医生赶紧给独眼龙检查身体 我直接浇了一盆冷水在他脸上 独眼龙被冷水刺激地清醒过来 女医生对我的粗暴有些不满 但独眼龙醒过来第一句话 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他喊道 灵一在下面 文明愣了 我们刚从地下室上来 没有看到灵一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独眼龙那只眼睛 死死盯着洞口 我刚才走到这 就是被一只手给拉下去的 一边说 他一边擦着自己脸上的水 也不知是水还是汗 那只手很长 不是人手 我觉得不对劲 仅说我和文明刚刚从地下室出来 那下面就只剩两间石石和一条通道 其余地方都塌了 并没有什么另一样 独眼龙说的那只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什么来什么 众人正疑惑之间 那洞口杂草忽然一阵速速坐下 我们惊了一下 赶紧后退 这时一颗乱碰碰 脏兮兮的人头冒了出来 是刚才那个神志失常的人 他看着我们 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伸出两只手揪住草 往外爬着 而伴随他的动作 从他的背后 又弹出另外一只手 那是一只柔软无骨 干黑细长的人手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那只手赫然就是 从这个人后背长出来的 该死的 我们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摄影师大叫着后退 难道他就是林医吗 我感觉不对 为什么和笔记上 记载的不一样 就在他往洞外爬的过程中 他背后那只手 立刻朝着 离他最近的女医生 抓了过去 那手没有骨头 一下子缠住 女医生的脖子 并且将人往洞里面拉 前进一发之际 独眼龙抱住 女医生的双腿 大声喝道 吵家伙 哪需要他多说呀 我立刻对准那人脑袋 请说不管这是林医 还是幸存的军人 这会儿也不能怪我 下黑手了 谁知 我刚一端墙 那只缠住 女医生的黑手 立刻松开了 如同一条鞭子一般 朝我扫了过来 这股巨大力道 直接击向我的胸口 让我怀疑自己内脏 是不是被拍碎了 这一瞬间 别说开墙了 我整个人 被拍飞出去 落到了不远处的草垫子里 身体陷入柔软的草丛之中 视线顿时被周围杂草 给挡住了 一瞬间 只听到一阵杂乱的枪声 伴随几声惊呼 大概是文敏和独眼龙开枪了 我忍着疼痛赶紧爬起来 一下子就看见 那人身影 跃到了一个不正常的高度 面目猙獰地 朝离他最近的刘队扑了过去 那种神情 几乎已经不能说是人了 我手里枪已经被打飞出去 根本就无法开枪 情急之下 来不及多瞄准 便扔出一只飞刀出去 我原本是想袭击他的脖子的 但这一刀却射偏了 扎在那人尖头上 这一只小小的飞刀 没有射中要害 因此他像毫无所觉一般 猛然将刘队扑到草丛里面 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关头 茂密的草垫子里 猛然窜出一个人 手里拿着一柄刀 由上至下 猛然朝那人后背插了下去 我大惊 因为这个人是个男人 不是独眼龙 也不是摄影师 从我的角度 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 但那柄刀 我却认识 是揽祸 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心中转了几个念头 联想到揽祸手里的黑刀 又联想到奸细的事情 不由地看向了文敏 心中一沉 冒出一个让人很痛苦的猜测 难道这个奸细真的是 在这一瞬间 揽祸手里刀 已经将那人捅了个对船了 一阵热血喷溅出来 浓烈的血腥味在草丛上弥漫开来 揽祸的到来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刘队惊道 你是谁 让我奇怪的是 文敏的反应 他也吃惊说 涛 你和吴水是什么关系 他显然是一眼就认出了 揽祸手里的刀 而他的反应 就像是对此毫不知情似的 如果这是在演戏 那么演技也太好了 会不会是我误会了他 一时间 我觉得有些头痛了 躺着草走到懒祸身边 我没跟他搭话 而是去看倒在地上那个人 这才发现 并非是懒祸一刀把他捅传了 而是懒祸一刀 把他后背那只手 给消掉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